佛在经上说法性 说他的名字 大概说了有几十种之多 总有六七十种名词 佛为什么说那么多名词 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 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 名字相不是真的 小德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帮助我们破执着 一执着就错了 不要执着 马明菩萨在其心论里头 教导我们学习的态度 讲得好啊 听今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 第一个 利言说相 他的言语 多几句少几句 说身说钱没关系 不要执着这个相 第二个 不执着名字相 叫利名字相 就是名词说语 像此里讲的法性啊 实相啊 真如法界 涅槃 这都是佛学名词说语 不用执着 懂得他的意思 不要执着 第三个 第三个 立心原想 经里面的意思 不许你去想 为什么 你去想是妄想 那不是你的意思 那不是佛的意思 是你自己的意思 佛经有没有意思呢 跟你讲老实话 佛经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才是自信流露的 有意思 是凡夫 你的阿赖耶里头流露出来 那是凡夫 所以佛经没意思 这个要懂啊 你越习怎么去想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开经纪上讲 愿解如来真是意 如来没有真是意 没有意 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